這次的釋法是中共借題發揮 自在震懾港人 當權者為了打壓異己 用了整一個月的時間和公帑 不惜破壞法治 三權分立和癱瘓立法會的運作 無論如何都要消滅我們 當對中共有利的時候 明明是政治問題 就用法律去解決 有關宣誓的事件已經進入了法律的程序 相關的法例都是涵蓋到宣誓安排的事業 法官有足夠的法理依據作出公正的裁決 還未判就已經說要釋法 香港的獨立司法權壽終正審 香港的法律審議員 香港的法律審議員 並且我們香港的法律審議員 香港的法律審議員 必須讓他們賺錢的價錢 大家要請問我實在 否則德國大學和民進士 香港的法律審議員 他們一定沒有拘捕 也能拘捉 hare 他說能否促進軍 要不夠主張 香港的法律審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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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D. 勞士 通知 香港的法律審議員 香港議員 香港的法律審議員 中文字幕志愿者